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 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第十四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更为神奇的 前世轮回的故事 这位男子可以看到他16个轮回转世 堪称神奇 魏斯博士是最著名的 但不是唯一使用催眠 研究轮回的医学博士 美国精神科医生欧文莫德斯博士 报告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病例 我必须介绍给大家 莫德斯博士有一个名叫 李艾伦的美国病人 在他的催眠下 这位病人回忆起16个前世 透过医生的引导 他进入了一个深沉而宁静的状态 在这个类似禅定的精神状态下 他不仅回忆起前世的细节 甚至还能说出前世的语言 写出前世的文字 李艾伦是费城人 他第一次接受催眠时是38岁 由于学习成绩欠佳 他在中学毕业前就辍学了 之后他在不同领域工作 确诊癌症 促使他接受莫德斯博士提出的催眠疗法 在催眠状态下 他回忆起有一世是埃及法老 也就是国王 他叫克拉奎瑞特 在公元前341至344年间 统治埃及仅四年 这位法老史上无名 所以在历史书中找不到他的名字 在催眠状态下 他流利地说出古埃及语 还能写出埃及象形文字 他说话的语气 神态傲慢无比 仿佛是至高无上的王者 后来这位医生 与马里兰州立大学 和一所天主教大学合作 共同研究了他所说的古埃及话 以及他所写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他们还调查他所说的是否符合历史真相 调查人员发现 在那四年的确有一位名叫克拉奎瑞特的法老 他在位仅四年 从未成名 他写的埃及象形文字是正确的 但没人能听懂他说的埃及话 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能说出古埃及话的人了 这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男子 不可能编出这样的故事 他的案例证明了人类确实经历了轮回 李埃伦在催眠状态下 一共回忆了16事 他说有一事他是美国内战期间 同盟军中的一名士兵 当时他的名字是詹姆斯·布鲁斯特 1847年生于乔治亚州 1863年战死沙场时 年仅16岁 调查的教授们发现 确实有这样一个人 在另一事他是一名叫红杉的印第安人 他说还有一事 他住在我们太阳系的海王星上 他是外星人 根据他的描述 那一事他是灵的存在 没有肉身 在催眠状态下 他能用流利而高亢的语调 说出外星人的语言 写出外星人的文字 这些符号 类似于我们现在使用的速记符号 从这些案例看来 人类显然不是唯一存在的轮回生命形式 在佛教中 提到轮回中有六道 人类只是六道之一的生命形式 至于轮回的领域 绝对不仅限于地球 所有外太空和我们看不见的纬度空间 整个宇宙都是我们轮回的领域 催眠可以帮助人们回忆起前世 现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许多人很好奇 想知道他们的前世 例如美国著名影星 席维斯·史特隆 就是为此而接受催眠 我们都知道 史特隆在蓝波和诺基的电影系列中 开始拳击手的职业生涯 这两个系列创下了世界最高收录的演员记录 在催眠中 他回忆起好几个前世 其中之一是拳击手 他告诉记者 在一次冠军争夺赛中 他被对手重击身亡 那一世 他在史特隆出生前12年的1935年去世 难怪他的演技如此的出色 看起来如此的逼真 原来他有前世的拳击经验啊 人类只是轮回中的一种生命形式 许多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加拿大任职神经科学家 马里奥伯勒加博士 透露 他的一些病人是动物的转世 在一个案例中 一名30多岁的男子因肥胖而忧郁 他无法控制自己大吃大喝 尤其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结果他的体重一直增加 他很苦恼 伯勒加博士使用催眠疗法 帮助他观察是否有前世的心理因素 在催眠过程中 他回忆起有一事自己是一只群居的海豚 他是这群海豚中最聪明的一只 一天这些海豚正在寻找食物 最聪明的海豚发现前方不远处 有一群食肉精 他感觉到这群鲸鲸准备要袭击他们 这只海豚迅速发出信号 警告他的朋友们逃命 但其他海豚懵懵懂懂的 无法理解灾难即将来临了 他们都不予理会 继续寻找食物 这只最聪明的海豚被迫自己游走 他所有的朋友都被那些鲸鱼吃掉了 这只海豚孤零零的在海里度过了鱼生 大概因为这一念就有的善心 让他今生投胎为人 虽然救不了朋友 他生起了慈悲的念头 然而他在投生人道之后 无法控制自己 孤独感让他渴望有人陪伴 导致他暴饮暴食 患了肥胖症 另一个动物转世的案例 是一位美国女医生 他总是路不服出 他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钱花 他的钱哪儿去了呢 他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马匹上了 他不停地购买马匹和给他们的装饰品 他感到非常的困惑 请求伯乐加博士帮他催眠 在催眠中 他看到自己的前世是1920年代的赛马 在美国南部各州比赛 另外还有一些案例 被催眠者记起了前世 是大灰熊 响尾蛇 黑豹等等 一位回忆起前世 是蟒蛇的人 说有一天 蟒蛇在山沟里晒太阳 突然火山爆发了 熔岩将它活埋 从以上案例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些行为 以及我们与周遭的人 与众生的关系都受到前世的影响 在佛法中 这称为业障习气 除非了解其中的因缘 否则我们很难去克服它 催眠一直是心理学家和科学研究人员 用来寻找轮回的证据 同时帮助患者回忆前世 并进一步治疗心理障碍的工具 一般认为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 下一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 科学家们透过声音和照片 证明灵魂存在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还有下一集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让更多的人学佛念佛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